HELLO 大家晚安 總覺得今天燈光有點奇怪 不知道還沒有摸索好這邊的燈光 HELLO 大家晚安 是不是太亮了 這樣是不是好一點 還是太... 覺得今天燈光怪怪 今天退伍的阿哈謝謝你送我五彩寶石 恭喜退伍 恭喜退伍 我來放個音樂好了 換 七十年代的... 哥怎麼樣 謝謝誰 謝謝邦偉 是我超傻眼貓咪 謝謝邦偉的康乃欣 總的今天燈光好乖喔 到底哪裡乖 太暗嗎 先寫鋼鐵韓粉的五彩寶石 這樣呢 還是我這邊的光不要這樣 這樣太亮了 阿 這樣好一點 這樣好像好一點 有嗎 好 右邊黃光影響打燈 這樣比較好嗎 哈嘍 謝謝阿彌的五彩寶石 這樣 好這樣好了 謝謝華華的仙女的祝福 謝謝華華 我剛剛吃完晚餐 大家吃晚餐了嗎 謝謝阿華的螢光棒 謝謝I'm your song的玫瑰 大家吃晚餐了嗎 我今天吃白酒蛤蜊意大利麵 然後它有很多副餐 我就拿了薯條進來 因為我很飽 我剛剛吃完一個白酒蛤蜊麵 我今天吃不下副餐 我就拿了 拿過來薯條 今天懶了煮飯 所以就叫外送 嗯 是脆的 怎麼放那麼久還這麼脆 黑水柏我的掌聲鼓勵 沒加班可以早早吃完的 我剛剛一邊吃晚餐一邊看六人行 所以我遲到了兩分鐘 不好意思 謝謝薯送我五彩寶石 我一邊吃晚餐一邊看六人行 我現在六人行已經看到 第二季第十三集了 很好笑 很好笑啊六人行 而且一邊看六人行一邊學英文 就覺得蠻棒的 我覺得今天是個很悠閒的星期日 晚上 因為就是那個 室友姊姊出門了 她去那個 夏樂福買東西 然後還有跟她的朋友吃飯 所以 就送我自己一個 然後我就叫了外送看六人行 所以沒有字幕 就是聽到可以知道 大概在講什麼這樣 就是有可能遇到不愧的單字 但沒關係 就至少對 英文的靈敏度有上升 室友姊姊不在所以沒有下次 我六人行看到第二季十三集 剛剛那集好好笑喔 我剛剛是看第二季十三集 對 第二季十三集 好好笑喔 你們有看嗎 第二季十三集是在講那個 Trander 他就是小學的時候 就裡面其中一個男主角 六個人其中一個男生 然後他小學 小學他是國中的時候 就是二作劇一個女生 然後他就先那個女生的裙子 然後女生的內褲就被看到 然後大家就一直嘲笑那個女生 好 室友姊姊不在平衡還下廚 姊姊會不會回來遇到小房子 不會喔 我現在廚藝進步了 對我還沒講完劇情 哈囉 露露你好 謝謝BlingBling送我五彩寶石 然後那個女生的內褲就被看到了嗎 然後那女生就被笑了 就是一直到18歲都還是被笑什麼 內褲啊什麼的 就是她的名字 然後叫她內褲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那女生長大的時候 某一天就遇到那個男生 就六個人 六個人 六人行其中一個男主角 就遇到那個男生 然後他就 要報復他 他就 假裝就是 喜歡上他了 要跟他在一起這樣 然後他就騙那個男生穿他的內褲 然後他就 二作劇 就是去廁所 騙他去廁所 然後把他的衣服都拿走這樣 然後他就 還這樣 那個男生就 穿著女生的內褲 然後沒有穿衣服 他就沒有辦法出來 超級好笑 然後他其他兩個男生朋友就 在笑他這樣 反正就是一個 六人行就是一個 輕鬆 幽默 搞笑 打發時間 吃飯的時候可以看的一個 幽默的 美劇 六人行很好看啊 謝謝金佑的偷偷喜歡你 各位好笑的美劇 我們家吃飯 就是在這邊的時候 在這個家吃飯的時候 都會看六人行 就是會跟室友姐姐一起看 就是可以打發時間 而且不需要動 不需要動腦的東西 就是好笑 然後不需要動腦 看了一幾天 會讓人 腹肢不絕一直看下去 對 而且又不用動腦 就很適合吃飯的時候看 等我把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看吧 好喲 我的燈 這個椅子 方便有一個凹筒 我的燈會一直 如果沒跨好他就會掉 他怎麼跨比較好 這樣可以嗎 這燈的頭好鬆喔 這樣睡前不能看 不小心就天亮 沒有六人行就是那種 有點像 八點檔肥皂劇 很長很長很長那種 但是很好笑 然後是一個影集 美國影集 然後總共有10劑 我覺得這種都是輕鬆就好 就是你不一定要一直追 就是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暫停這樣 好像有10劑 有10劑 超級多的 他們從年輕演到 稍微成熟一點 而且金鳳好像要出那個電影版喔 就是好像幾週年 20幾年嗎 還是什麼的 幾週年的紀念電影版 就是他們要 那些同樣的演員要和來演 這樣 哈囉 萬森你好 他要喝我的紅茶 用環保吸管喝紅茶 這很棒耶 最近 最近開始用環保吸管 劇情是單元劇還是有主軸 他是一個 我覺得是有主軸 然後有連貫的 就他彼此之間是有一點連貫 但是每一集的主題都不太一樣 就是每一集會講的事情不一樣 但是之間都還是有連貫 哈囉阿子 電影版回來可以演了 人版六人行 但他們確實年紀長了很多 就是看了真的比當初 就是成長很多 我說年齡的部分 因為法國人也是比較早熟吧 謝謝孩孩的心知怪 所以他們回來之後真的都是 長大很多耶 以前是少女 現在是成熟的人了 也很久 感覺不只十季了 佛中生明天會考加油 應該是十季吧 如果我沒記錯 我記得是十季啦 成戰立業後的六人行 感覺帶些歲月滄桑感 你好像看著他們長大 沒有喔 我六人行其實不是從一開始他們演我就追追耶 因為我那時候完全不知道六人行這個 我是進來就是 認識黃秘書還有班進來這邊之後 就是秘書姐姐我在看 才知道六人行這個東西 然後就去一起看 才發現原來這麼好笑 這好像是蠻久以前的一個影機 好像知道出生前就有了 之類的 之類的 1990 1990 之類的 年代出的 可是後 他已經實際都播完了 我才知道六人行 對 開始演的時候我應該還沒出生 可是近期比較 近半年吧 才知道六人行 然後是他們推薦我看的 就是想說可以一邊睡一會 推走 就看了一集 結果蠻好笑的 謝謝阿豪送我五彩寶師 秘書推平衡入坑 對然後我現在就是去 有時候練習去公司 會買晚餐去公司吃 然後我就會一邊吃一邊看六人行 都會自己在那邊笑 亮靈你好 平衡吃了嗎吃了 我吃飽了 金補生的殺死雞 亮靈晚安 和阿豪 指摑你好 覺得平衡的聲音變大聲嗎 是嗎 是不是你太久沒見到我 應該是太久沒見到我吧 小微你好 然後我剛剛其實吃到兩分鐘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在處理我的那個廚餘 就是因為我不是吃白酒蛤蜊義大利麵嗎 然後就有蛤蜊的殼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我們家是就是公寓的嘛 所以就是我們垃圾會裝上一個垃圾袋 然後掛在那個陽台的門把上 就是滿了然後拿下去丟這樣 然後回收也是 因為公寓這邊是有要分類的 就是鋁罐寶特瓶什麼都要 紙類要分類分好才可以拿下去丟 所以我們還有另外分一個是紙盒類或是寶特瓶檔 然後其實我有吃完麵 只是蛤蜊殼不知道要丟哪 因為有時候吃飯還是會有一些殘渣 或是煮菜的時候會有蛋殼啊什麼的 然後就處理一下我的廚餘 我發現我們這邊就是那個 那個是紙盒姐姐會把廚餘 因為廚餘放在那個室溫下會有味道嗎 就是不好聞 因為天氣這麼熱會有廚餘味 所以我們就很聰明 我就很聰明 好像真的可以這麼做 就不會有味道 你們猜一下是怎麼做 因為丟一般垃圾的話公寓 就是還是怕蛋殼啊什麼會有味道 跑出來 所以我都不會丟一般垃圾 或是切菜的一些殘渣 或是地 就是水果的那種地頭 切掉不要的 我發現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雖然可能 我覺得也沒有到噁心 其實這是個蠻棒的 就是家裡大家家裡冰箱都有冰箱吧 冰箱的冷凍庫可以冰廚餘欸 就不會有味道了 真的沒有味道欸 就是你幫你廚餘或是一些蛋殼啊 或是那個蛤蜊殼 一些不要的殘渣 丟到一個袋子然後綁起來 冰在冰箱冷凍庫 完全沒有味道 然後你要倒再拿出來 拆開倒進去再綁綁 然後冰在冷凍庫 那之後就是等差不多七分滿就可以再拿去丟啦 就可以拿去丟 因為你總不可能每次吃完一餐 就拿下去一樓 倒吧 這樣很麻煩啊 你總不能吃完一餐就去倒 所以就是大概兩天三天倒一次 對 他要冰 冰在冰箱冷凍庫 一定要冰冷凍庫 冷藏我沒試過 感覺冷藏會有奇怪的味道 冷凍庫都還好 冷凍庫完全沒有味道欸 我覺得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交給大家 所以我剛剛就是在冰箱冷凍庫 找了一下廚餘的袋子 每天到順便練吉利 但我現在都會學習食物要盡量吃完 不然很麻煩 忘了丟 不會忘記丟啊 就是每天打開冷凍庫 就會看到那一包廚餘有沒有買 買了就拿去丟 沒買就 就可以再繼續 囤積 冰桶媽媽安 忘了丟會被姐姐罵嗎 不會喔 姐姐人很好 室友姐姐人超好 我到這邊還沒有跟他吵過家庭 有沒有他也沒有罵過我 其實不是早餐店紅茶 是我剛剛校外送他的套餐附的紅茶 他附了 我跟你講那個套餐超級豐富 所以我有點吃不完 我現在還放著玉米濃湯跟可頌在外面 我跟他們說他的內容量有什麼 有一個義大利麵 快滿了早餐密出來的 順便叫他丟 順便叫他洗碗才對 他有義大利麵 然後玉米濃湯 薯條可頌 還有一杯紅茶 是不是很豐盛 謝謝邦偉的超傻眼貓咪 平安春露到底競標 誰要買豬魚啊 然後我就吃完了麵 然後玉米濃湯沒喝完 放在客廳的桌子上 想說等一下可以當宵夜 270左右 好像 好像沒有那麼貴 200出而已 220之類的吧 好 價錢要一張出來了 不用 是便宜的 小蘭你好 我剛剛又吃了 我還送披薩 這次有帶鑰匙 還好你們被鎖掉了免金釉 你學乖了 這次算便宜 很豐盛欸 好來吃薯條 而且他薯條很脆欸 是這種粗的薯條 但他比較喜歡吃這種粗的薯條 還是像麥當勞那種細的啊 我好像比較喜歡吃粗的欸 覺得好像比較有口感 太細的好像沒在吃一樣 但早餐店的是不是也都是這種啊 我們家這邊早餐店蠻多是這種 薯條 肯德基也是這種 說到外送 最近會用外送品來查理 大家評一下好的店自己去買 好像很聰明欸 楊潔 因為我也是用外送然後去查 才發現 原來我家附近有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細的只喜歡麥當勞 但麥當勞薯條也蠻好吃的啦 我麥當勞跟肯德基都蠻喜歡的欸 不同感覺 好 謝謝小蘭的看好你喔 謝謝小蘭的看好你喔 鏡頭很高嗎 還好欸 在這邊 我的眉毛好癢喔 我的眉毛好癢喔 你知道眉毛癢是什麼概念嗎 好難形容喔 大家有眉毛癢過嗎 就是眉毛很癢 因為我在看留言 所以看下面 有些店家外送平台跟實際價格 外送一定會比較貴吧 因為他有外送費啊 什麼的 阿蕭你好 對我的眉毛在癢 好強 價差50也太多了吧 是不是因為多了那個外送費啊 謝謝今天退伍的阿蕭送我雙子寶寶 我剛才原本還想去切芒果了 但發現吃不下就算了 謝謝芒果的康乃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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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龍也是今天退伍 恭喜小龍退伍 恭喜小龍退伍 何頂喵喵妳好 價差50 不包含 價差50也太多了吧 很坑耶 謝謝小龍和我love 可以先切 我想說等你直播完要先去洗澡 然後晾洗衣服 洗澡洗衣服 洗澡洗衣服 忘記我要說什麼囉 要說什麼 hello夜空sky 我剛剛說什麼 我忘記了 等一下讓我想一下 我想起來了 就是我這個禮拜帶了 因為我上次不是說 帶了水果來這邊嗎 因為我們家附近 就是 這附近沒有那個 水果店嗎 蔬果店 因為在我基隆的家附近 就有兩間是真的在賣蔬菜水果 不是超市那種 就是真的是蔬果店 在賣蔬菜跟水果的那種 專門在賣蔬菜 批發商那種 所以它會 批 那個 一下一下的蔬菜或水果 然後放在那邊買 它也不是攤販 然後它是一間店面 然後兩間店 就是可能互相競爭 然後已經開非常久的那種 所以我們家平常吃菜或是 水果都會去那種 真的是批發的那種賣 就會很甜 然後也 不是用保鮮盒 就是超市通常 不是用盒子裝著嗎 或是 有磨包著 我們就是不是那種 是可以一整籃去挑的那種 所以就是很甜的水果 很新鮮的水果 然後也比較便宜 但是在台北這個家附近沒有 就只有超市 頂號啊 或是全聯 這樣 就沒有辦法吃到很好吃的水果 而且選擇也沒那麼多 超市大概只會賣蘋果 梨子 然後葡萄 番茄啊 就那幾樣 對 所以我都開始從上禮拜 自己從家裡那邊帶水果過來 我上禮拜帶了 芒果跟 蓮霧 然後我這禮拜帶了 芒果跟荔枝 但是我發現它好重喔 然後那時候我帶水果來 然後我給室友姐姐吃 室友姐姐就覺得很甜很好吃 她說我以後是那個水果擔當 就是負責帶水果 負責買水果 然後我說好啊可以啊 我平常也是吃他煮的菜 然後我當了兩個禮拜的水果擔當 我就想放棄了 因為真的好重喔 真的很重 我就從基隆這樣做客運 然後再轉捷運這樣提過來 超級重 哈囉小龍你好 但是真的是比較好吃的水果啦 只有當了兩個禮拜水果擔當 我就想放棄 真的很重 我決定我要去Google一下 我家這附近到底有沒有新鮮的蔬果店 我要去買 就不想要 不想要再提水果了 好 好 Google一下 我家附近有沒有 在賣那種 可是台北是不是很少啊 台北是不是很少的那種 蔬果店 水果行或傳統市場 對啊台北感覺很少欸 還是有 還是有 基隆來時順便找面沒有幫忙 而且我早餐就是常常想買 麵包或吐司 但是這附近都沒有麵包店 我超難過的喔 就只有便利商店跟超市 但是我沒有很喜歡吃超市的吐司 就是感覺蠻那麼好吃 我比較喜歡新鮮 真的是麵包店 烤出來吐司 但是這附近好像蠻有麵包店 我難過 我想吃真的在賣那個食物的地方 但是這附近都沒有 只有超市 是 全聯嗎 好 還是說全聯的麵包嗎 平安都吃麵包 對 我比較喜歡麵包店 手做的麵包 但其實我做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做的這個地方是 就是 它的地點 蠻好的 怎麼說 就它的交通很方便 交通方便 地點也好 就是在市區 然後到哪都方便 不算交吃 算在市區 而且是 旁邊附近就有蠻好的點 就是很熱鬧的地方 兩邊 旁邊兩旁是個很熱鬧的地方 但是呢 我做的這邊 交通什麽都還不錯 但就是沒有什麽店面嗎 就是沒有什麽 早餐店也很少 然後 有啦 有一間在下面 但就那麽一間 交通便利 但是 就是只有超市阿 什麽的 超市便利商店 但附近就也沒有什麽吃的 就是都要走一下這樣 但是走的話 又都走不遠 是不是很奇妙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附近有很多好吃的 然後也是很熱鬧的地方 但是就是要走一下 大概 走個15分鐘左右 就會有很多 就會很熱鬧 然後好吃的地方 大概走15分鐘吧 但是這邊交通很方便喔 就是算在市中心很市區的地方 旁邊都是很熱鬧的地方 但就是要走一下路 很厲害 很微妙 不知道怎麽形容 謝謝阿華送我無財寶石 謝謝阿華 謝謝賈魯特掌聲鼓勵 這是一個說遠不遠 說近不近的感覺 就是你想吃什麽 有 但是要走一下 但是走那麽一下 又沒有到很近 但是也不是到很遠 請U-Bike拓展一下 生活圈機呢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 著作 我還是很滿意的 還是很方便的 因為它離結任站很近 然後有時候要買什麽 就是會去比較大間的家樂房 就是走一下路 散步這樣 哈囉 酸酸糖妳好 好 我懷疑我身體是不是很缺水 我跟你們說 我每次阿 只要舞蹈課練舞完 或者是 表演完 一個mini console 什麽之類的 就是流很多汗之後 都會補充大蠟球 我就會覺得 口超級無敵 霹靂口 可能是都流掉吧 我只要每次真的是 但是練舞完 或者是 表演完 我都會 狂喝水 我覺得我身體可能大量缺水 因為它會流汗 是會誇張喝喝的那種 因為那個汗都流掉 這是因為代謝很快 所以很瘦啊 這是因為很容易流汗 然後代謝很快 但是我沒那麼喜歡喝水 我喜歡喝有一點點味道的水 可能裡面加點蜂蜜啊 檸檬啊 或是喝茶 所以我 我沒有那麼喜歡喝白開水 但是如果我 練舞完或什麽 真的很可好 我就會喝超多水 品牌喜歡哪一折手做麵包 我好喜歡可送 脫水很可怕 上班也會莫名想喝水 一天都喝七包杯 我真的是每次表演完都會喝掉一大瓶水 練習完也是 就是不知道 莫名的很渴 那種時候 是不是喝點什麼 保礦力 或是 一些有電解質的 那個 運動飲料 會好一點點啊 就是 可以喝一點點那個 然後再配一點水 是不是會比較 恢復比較快啊 因為我每次真的是很渴 然後都會覺得 好像喝什麼都不夠的感覺 讓別人有甜的茶 不知道 先喝一點水 切水變成新鮮檸檬的五彩寶石 切檸檬片 丟在杯子裡 先喝水比較好 後面再補電解質的水 好 謝謝楊姐 甜點酒 但我以前小學的時候 就是運動會 老師有幫我們調過那個運動飲料 就是 因為運動飲料 有一些還是有點甜嘛 就是 喝那麼甜 飲料還是不太好 所以就是 老師會幫我們稀釋 可能 2 2 1 2 2分的那個 運動飲料 配1分的水 這樣 就是 稀釋一下 好喝 但是又不會到很甜 後面是什麼嗎 這是那個 豆芽 豆芽 它叫做豆芽 它是那個棉花棒 它是那個棉花棒 饕爾棒上面的那個棉花 它是饕爾棒上面的棉花 不覺得它長得很好笑嗎 就是身體大大隻 但是腿很細 頭重腳輕的感覺 然後我都會這樣子 就覺得很好笑 它的腿 吃鞋 開心 送我新知冠 然後就我都會把它放在這種有懸空的地方 然後 讓它這樣坐著 然後腳這樣垂下來 我覺得很可愛 放頭上 放頭上 我之前有自拍過放頭上的照片 我之後放給大家看 很可愛 我贏了 富瑋 我之後放這個 跟它的自拍給大家看 是在我這個新家拍的 我發現這個新家的採光真的非常好 拍起來自拍都很好看 我之後跟你們分享 那個自拍的光真的是很好看 怎麼拍怎麼好看 因為這邊可能 因為在比較高的樓層 我這邊住比較高 也不算高 這是十幾樓這樣 然後 陽光剛好會灑進來 就超級美的 最彩光無限存在的平台 其實我搬來這邊有一個月了吧 一個月有 應該有一個月 其實我覺得還蠻開心 就是我剛進來 你們還記得我剛進來第一次 剛搬進來的那一天 這邊是不是有直播 這是我第一次在新家直播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這個房子 房間裡什麼都還沒有 就只有一個椅子跟桌子而已 你們還記得嗎 那一半是平台貼心的栗子 還還真會說話 還有點感動 對那時候家圖四地 連沙發都沒有 就真的只有一個 那個 室友姐姐留了一個 那個 桌子跟一個椅子給我 門上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現在什麼都有了 很開心耶 現在有桌子 有椅子 有沙發 有床 還有衣架 衣櫃 衣架不是衣櫃 衣架然後 就是衣桿的那種 衣櫃有點佔空間嗎 這有達到你對未來家的採光標準嗎 有 很棒的採光 然後現在還有香氛蠟燭 是不是很棒 我覺得生活品質提升了 而且也越來越習慣這邊生活 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就是不會煮飯啊 不會洗衣服啊 什麼的 但現在還好習慣 而且還覺得這邊很舒適 只是 只是這邊可能比自己原本的家還要舒服耶 因為這邊東西比較少 畢竟是租屋處 所以 不會帶太多東西過來 就是帶必要的 所以東西沒有這麼多 但是因為石家 就是從小租到大 所以雜物很多 就會有點像倉庫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邊蠻舒服 而且還有客廳 還有室友姐姐 挺好的 上次蠟燭沒有 我跟你們說 我上次不是要拿蠟燭給你們看嗎 然後蠟燭灑翻了 就它一秒凌結 你知道我事後清了半小時嗎 我後來下了植物 我那個倒掉蠟燭 我清了半個小時耶 我拿我的那個髮夾去刮 因為找不到齒 我就拿那個髮夾去刮 因為它真的撒出來太多了 就是我上次原本要拿 給大家看我的一個香氛蠟燭 然後不小心 不知道裡面有那個蠟燭水 我就撒出來了 我就拿那個髮夾在地板上這樣刮 而且很多很大一片 然後就有點黏黏的 然後就刮很久 然後刮完不是會有很多屑屑嗎 就在那邊掃地 而且我是放在那個櫃子上 所以我櫃子也有撒到 我就在那邊清 然後什麼電風扇也撒到了 然後地板櫃子也撒到了 我是清超久 那我今天還想拿給你們看 我可以拿給你們看 但我今天會小心 大家可以等我一下 拿給你們看 謝謝阿華的眼睛業障中 我水關應該要先把燈關掉 然後讓它凝結後 我再拿過來就不會滴水了 謝謝楊潔的好憂傷 我去拿給你們看 我要小心這次 我先把燈關掉 就不會灑水了吧 它裡面還是很多水耶 等一下我小心拿過來就好 它應該等一下就會凝結了吧 我現在不能跌倒 一跌倒就會發生上次的悲劇 我現在很可怕耶 它裡面滿滿的水 給你們看 有沒有看到裡面是液體在流動嗎 這就是我在 這是我在那個 H&M買的蠟燭 香氛蠟燭 很香 它滿滿的水 它水也太多了吧 表示那個燈真的很熱耶 這是一個香氛蠟燭 很漂亮吧 掰掰小龍 我覺得有點危險 我要把它放回去了 然後就是 開那個專門 嗯 我那個燈是在網路上買的 就是那個燈是網路上買的 然後專門在 照這種香氛蠟燭 因為香氛蠟燭點火有點危險吧 像是你人不在 或是晚上睡覺 有點危險 所以就是拿那個燈去照 就不用點火 但是還是會有香味 這樣房間就會香香的 好啊 把它拿回去放啊 太可怕了 現在不能跌倒 繼續開燈給它香香 OK 好 今天有安全 我上次 原來它裡面的水這麼多 我上次完全不知道它裡面有水 然後我就一個 一拿 然後它就灑出來 而且還很燙 超燙的 然後它灑到地板上 就一秒凝結了 超級難清的 有個難清 而且我清完我的 手指甲縫什麼 裡面都是蠟燭味 你知道嗎 乾做清場 沒有汽水泡啦 它是一點點熱熱的 但沒有到 是有燙的 但是沒有到超級燙的 小三波 其實那一秒蠻燙的 但是燙完之後它 立馬凝結 謝謝淮淮的康乃欣 為什麼我剛剛說你差點亂入Daisy 什麼 什麼差點亂入Daisy 喔 那件事喔 就是昨天 跟那個 Bill Fowler組跟Daisy組一起練習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是 就是有時候會分組練習這樣 然後 我們會用不同的間的教室 然後 昨天練習下課之後 他們 就是在拍那個 他們昨天不是有發那個 什麼 企鵝的那個動態嗎 對 限動 然後我在那邊吹電風扇 因為我舞蹈課結束很熱 所以我在他們那間教室吹電風扇 然後 他們在拍那個 他就說 欸 影韓會拍到你喔 什麼 然後就差點 亂入他們 Daisy組 說到企鵝了 大家要幫 Uni Bill Fowler 這個抽票喔 好嗎 這次 四單 欸 前天有公佈四單的 複錄 收錄曲 是那個 奔跑吧 汽油 就是 AKB48 他們的 蛤絲勒 這首歌 很可愛的汽油妝 希望大家可以幫 Uni Bill Fowler 投票好嗎 這個 收錄曲 是 就是 我們不是有放 Uni Daisy Uni Bill Fowler 跟Uni Sakura嗎 我們 呃 投票最贏的 那一組 就可以 呃 就可以演唱 然後收錄四單的 這首歌 然後 還會拍MV喔 真的很想 很想 很想穿可愛的 汽油妝 很想變成一隻 可愛的 汽油 大家可以幫 Uni Bill Fowler 投票嗎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 投票 好想要變成一隻可愛的 那個汽油妝 你們有看MV嗎 AKB48的 MV 汽油妝 超級可愛的 好想要變成一隻可愛的 那個汽油妝 你們有看MV嗎 那個 AKB48的 MV 汽油妝 超級可愛的 好想 好想 成為一隻可愛的 汽油 還要幫我們 投票喔 而且還會拍MV 是不是很令人期待 大家快點去 叫你的朋友 加入粉絲俱樂部 幫我們投票 幫Uni Bill Fowler 投票 讓我們可以變成一隻可愛的 汽油 要麻煩大家 都都幫忙了 HotelUni Bill Fowler 謝謝Alfa的 看哈米喔 巴拉沒有加入啊 要幫我們投票喔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很害怕投票這種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 幫我們一起完成這個任務好嗎 投Uni Bill Fowler 今天收到平函扇子了 喜歡嗎 是不是很可愛 馬來西亞粉絲也可以嗎 可以喔 你只要你上網搜尋 AKB48 TINGTP 然後到官網裡面 應該就可以加入粉絲俱樂部 如果不清楚的話 可以加入平函的那個 粉絲 可以跟平函的粉絲請教一下 他們應該都會很熱意幫你的喔 大家可以幫幫他嗎 叫做 他是一位馬來西亞粉絲 他想加入粉絲俱樂部 大家可以教教他嗎 你可以私訊在這邊的大家 他們都會幫助你的 他們會幫助你加入他們自己的 那個什麼 LINE群組之類嗎 你們是不是有LINE群組 先學大家幫忙 他叫醜YUNI不要POW喔 好像我們剛好 我們組的那個色是藍色 然後去啊也是藍色啊 很適合吧 很期待 也請大家期待 我們一起加油 好嗎 加油 投票加油 切下阿華的五彩寶石 那雞兒真的很可愛耶 沒有人沒有去看MV啊 超可愛的 想穿汽油妝 不要說我的形狀也像汽油妝 謝謝華華的星座打扣椒 巴巴巴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空夜的黃康乃欣 粉紅康乃欣 謝謝空夜 謝謝 話說你跟GINO那個手勢挑戰很難 謝謝阿華的粉紅康乃欣 那個是 跟GINO那個 線都是上禮拜 有一天去工作 然後一起拍的 那之前 前一陣子IG很流行耶 那個手勢 今天到9點 今天到9點 是 謝謝KAMUYI送我螢光棒 你還會模仿汽油嗎 會阿 汽油 我很會汽油走路 我超會汽油走路 我超過了 薯條還是脆嗎 沒有不脆了 放太久了 品牌知道企鵝怎麼叫我不知道 蛤蛤蛤蛤嗎 企鵝是蛤蛤蛤的叫嗎 我只知道企鵝很會游泳 我只知道企鵝很會游泳 謝謝KAMUYI送我掌聲鼓勵 他非常叫 蛤蛤蛤蛤蛤 蛤蛤蛤蛤 蛤蛤蛤 水蛤蛤蛤蛤 謝謝奧華的仙女的祝福 品嘗會游泳嗎? 我會游自由式,但是我不會喚氣 這樣算會游還是不會游 謝謝邦威的傻眼貓咪 謝謝怡僕,是我們洪坑奶昕 我跟他們說我水游泳不會 就是我小學的時候,學校有上游泳課 然後國中的時候也上過游泳課 然後都教過怎麼換氣 但是我就是不會 可能會怕吧,就是換氣會喝到水 但是我會自由式,而且也是游在前進 但就是不會換氣 所以我每次,我記得我兩次游泳課的考試 就是一口氣游到底 我記得我兩次,他會考自由式 就是從頭游到中間的部分 他是一整條嗎?大概 不知道幾公尺,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從頭游到中間 因為在過去會太深 然後就是一口氣游到底 他會考自由式跟水母飄 然後我這樣一口氣游到底 就是快憋死我了,你知道嗎? 而且我以前台灣上游泳課 因為我不喜歡穿泳裝 而且班上有男生 這種就是穿泳裝很尷尬 以前的時候 女同學不想上游泳課 前幾天影片品寒湯匙選的顏色 跟你現在跨幾顏色一樣 真的嗎? 對,我在吃薯條 然後以前女生同學不想上游泳課 我都會說生理期這樣 但是因為我 發育比較慢吧 所以我上游泳課的時候 我生理期都還沒來耶 就國小的時候還沒 然後我有些同學是 因為我們是小六 上游泳課跟國一吧 然後我生理期都還沒來 我就不能用這個藉口 你知道嗎? 我真的沒辦法躲掉 因為我生理期好像是國二的時候 國二上游期才來 我剛剛都沒辦法用這個藉口 我就只好不會刮上游泳課 你的乳牙還沒掉 我真的是發育比較慢的那種 因為我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我應該是沒有分享過 就是我國小安親班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很好的好朋友 但是我剛開始上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第一個認識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是 我有上幼稚園 但是畢竟小學跟幼稚園還是不一樣 有一個安親班 然後我在上小學之前 我有參加了一個安親班 然後他就是讓我們幼稚園的小孩子 在去讀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就是開學前 不是暑假開學嗎 然後開學前上小一前 先適應一下小學 大概在教些什麼東西 就是慢慢 帶我們進入小學的世界 這樣 所以我就去上了那個安親班 所以那個同學他叫做 好我說他的 他叫什麼 宣嗎 什麼宣 我記得他的完整名字 但是我不方便跟大家說 反正這是什麼宣就對了 宣 你們就知道 記得他叫宣就好了 然後 我就是 他是我 幼稚園生上來後 第一個認識的好朋友 就是 國小第一個認識的好朋友 他是那個草字頭的玄 草字頭的 他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好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因為安親班桌子是長方形 然後就是兩個人坐一張 他就坐到我旁邊 然後他也是那種小小隻 因為我從幼稚園開始 就是比較矮的女生 從以前就一直是矮的女生 然後呢 他就是那時候跟我長得差不多矮 就是也是小小隻 然後也瘦瘦小小矮矮的這樣 然後跟我長一模一樣的那種 差不多高 然後差不多小隻 然後也是可愛型的那種 結果呢 他一年級 二年級 跟我同班 然後他那時候 就剛好國小分班也跟我同班 然後我們就兩個很好 然後 然後呢 他一二年級都還跟我一樣小隻 但是從這個年級開始 我就發現 他怎麼長高了 他就是 一天一天的在長高 然後也發育了這樣 就是該有的都有 然後也長高了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就是在發育比別人慢 我再等等好了 這個人家叫小六 已經長成了 就是真的女生的樣子喔 很高了 應該有一百六吧 然後 剛才有的都有 然後一百六這樣 然後我想說 已經小六了 我怎麼還長這麼小隻阿 然後我到國中的時候 我還是沒有長高 你知道 我一直等不到我發育的那一天 就是都沒有長高 我超級難過 因為我國小三四年級 又有一個同學跟我一樣矮 然後也是很瘦 然後他也是到國一開始長高這樣子 然後 為什麼我發育的那一天一直沒有到來 一直那麼矮 就是一直那麼矮耶 我想說 我原本一直在安慰自己 是不是自己發育期比較慢 所以就是晚一點才會長高 但是那一天一直沒有來 我就 停在一五三公分 我真的是看他 從跟我一樣小隻 然後人家都長高 我的兩個好朋友 永遠都跟我一樣小隻 他們都長高了 然後 我都沒有長高 好難過喔 是不是平函家裡都是矮精 一定是你那顆乳 謝謝阿哈的無財寶書 我就 一直等不到我 長高的那天 但算了啦 好像 進來聽TV之後發現 好像也 身高也沒 沒關係了 反正 跟我 就是同溫層的人 蠻多的 所以就算了 謝謝柏惟的無財寶石 但我還是覺得長高一點 跳舞比較好看 就是我唯一一個小小遺憾 但沒關係阿 小隻跳器喔 是不是蠻可愛的 飾 但沒關係啦 可愛就好 現在已經 反正你再怎麼 遺憾也長不高阿 謝謝金釀的仙女的祝福 可愛就好 謝謝空月的祝福 謝謝阿華的無猜寶石 謝謝空月的康乃馨 話說麻辣臭都不會很臭 大家有去看吃東西的那個影片嗎 聽聽聽聽官方Youtube 棒的 謝謝海海愛的抱抱 謝謝開心送我康乃馨 我跟你們說那個麻辣臭豆腐超臭 我聞過從來沒聞過那麼臭的臭豆腐 超臭 我發現好像 煮的臭豆腐比炸的還要臭耶 但其實蠻好吃的 那天覺得什麼東西 那天我覺得最好吃的是那個小籠包 我覺得小籠包這個是萬年不敗 台灣之光 小籠包真的 我覺得不管哪裡做的小籠包 都不會遇到很難吃喔 基本上都是 只要是小籠包的東西就是好吃 我覺得啦 比炸的臭三倍吧 小籠包很雷的 真的嗎還沒有遇過很雷的小籠包耶 有留言平衡很Q 謝謝 我幫我去看留言 好像蠻多人說喜歡看我吃東西的樣子 很像小動物 真的很像小動物嗎 我吃東西 因為我以前覺得自己吃東西的樣子很難看 所以一直不敢吃東西給大家看 很難吃東西很療癒 本來就是一小兔子 我好像那個小兔子在啃胡蘿蔔的感覺 貓貓 很 RWIE 那我以後多吃點東西給大家看 好了 因為我在家吃東西 我哥阿我姐都會說 欸你吃東西看起來那個東西很難吃耶 他都是你吃完東西會變得很噁心耶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吃 因為我被很多人講過說 我吃飯的時候的那個表情 看起來好像那個東西很難吃 所以我就是以前不太喜歡吃東西的樣子給別人看 覺得很難看 家人都說看我吃飯很好吃 像有些人吃飯就是會有發出好吃的聲音 就是可能 或是吃麵會有 的聲音 就會好像那個東西很美味 但是我吃飯真的是麵無表情 然後我 又東西吃很慢 然後吃飯就是 這樣 的表情 所以就好像那個東西不好吃 因為我覺得我其實不是一個很享受吃飯的人 就是有些人會非常享受吃飯的時光 就是覺得有東西吃啊 什麼的很幸福啊 什麼的 但我覺得吃飯就是那樣 我吃什麼都好像還行 這樣子 就是沒有很享受吃飯 但有些人就是很享受吃飯的 的人 就會吃東西看起來很好吃 但我就是還好 就是吃飯就是一個 人的生活 人生來的一個技能 這樣 就是一個常態的感覺 所以不會特別享受吃飯這件事情 哈哈 呵呵呵 演示一下吃龍蝦的表情 純粹是因為小時候胖胖看起來飯很好吃 是因為你小時候對吃正餐沒什麼興趣嗎 可能是吧 就是吃飯的表情都很難看 就是吃飯的表情都很難看 品牌很享受舞台 所以有時候啊 或要試鏡一些 或是怕一些吃東西看起來很美味 我覺得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要吃的好看 然後東西看起來很美味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 真的跟看兔子吃東西感覺很像 四重翠 雖然呢 四重翠算是一個門檻 因為那時候我嘴巴也很小 所以吃東西也很難 就是那種很大口啊 然後看起來很好吃 那種 你們看過肯德基廣告嗎 就是那種咬漢堡啊 咬雞腿 很大口很juicy的感覺 吃東西 就是那種好吃的畫面 但是我嘴巴本來就不大 所以我覺得 要吃的好看很難 對我來說很挑戰 我記得我那時候拍四重翠 要咬一口咬 然後因為他餅乾太大 然後他就幫我摺一半 摺一半嘛 然後吃 不然我嘴巴真的太小了 帶點小東西很瘦 巧克力 我也覺得巧克力好像可以 那種優雅的有沒有 優雅的那種 那種 這種好像可以 它是飲料之類的 我感覺很適合飲料 因為我很 很會喝 運動完就需要大量喝 之前看你在木藥吃漢堡時 看起來很不錯 真的嗎 我覺得我有漸漸習慣 就是給大家看我吃東西的樣品 以前會不太敢在鏡頭面裡吃東西 但現在還好 我把我放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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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試喔 木藥這個漢堡很好吃耶 我自己有辦法做得出來嗎 漢堡當早餐好像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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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顏跟吃相一起解鎖 我記得那個漢堡有花生醬 然後肉 那個漢堡肉 然後還有加一些 什麼 墨西哥什麼之類的醬嗎 塔巴 什麼啊 什麼醬 然後 然後還有那個捏碎的洋魚片 那個料理等級有點高 果然還是做不到嗎 好吧 但我蛋餅有成功喔 上禮拜做了三次蛋餅吧 很好吃 自己煎的蛋餅真的比較好吃耶 因為剛煎起來很脆 然後那個蛋餅皮又很便宜 一包才四十塊耶 裡面很多片 至少六份蛋餅 外面買一份也要三十吧 一包可以做六份才四十耶 還可以自己加很多蔥子 加自己喜歡的料 你要加多少量都可以 自己 自己調整 很讚 有 我有挑戰蛋餅 蛋餅超簡單 你就是先把要 那個蛋打散 加下去 煎一煎 然後再放蛋餅皮上去 翻面 捲起來切一切 就可以吃啦 先挑戰巴西莓果 我加了起司耶 起司蛋餅 超好吃 韓老闆 蔬菜蛋餅加起司阿姨粉 而且就是 自己煎蛋餅會脆脆的嘛 就是有一點點膠 我三次都是做有一點點膠 然後很好吃 我喜歡蛋餅皮有一點脆脆的 蔓油你好 品韓喝過芝芝芒果果粒嗎 喝過 之前就是上海的時候喝過那個 洗茶嗎 洗茶 我會加醬阿 我又我不是累一起 累一起才不加醬 會加醬 快快快不喝牛奶 卻可以吃起司 快快不喝牛奶 卻可以吃起司 快快不喝牛奶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會拉肚子嗎 乳糖不耐症嗎 還是怎麼樣 浪克859 你好 好 什麼什麼茶飯很好喝 陰影 你是不是有說過啊 是什麼原因 不喝牛奶 謝謝阿華的無台寶食 我好像沒有不喝什麼東西 還好 幼稚人被強迫喝 我不敢喝 我好像找到我不敢喝的東西 陷阱牛奶 我好像也不敢喝陷阱牛奶 因為陷阱的牛奶會有一個騷味對不對 我好像也不敢喝陷阱的牛奶 被逼著喝也太可怕了吧 難怪會有陰影 透視生血品牌很可愛 謝謝阿華 陷阱牛奶真的有一個騷味 而且我小時候我記得我去農場擠過牛奶 然後真的是去摸牛的奶奶阿 然後那個 因為我很怕弄痛牛牛 然後陷阱就是那個 旁邊會有一個農場的人 然後我們的手就會上去 他就幫助我們這樣擠牛奶 然後我就很怕弄痛牛的奶奶 我就不敢用力捏 而且他真的是 真的是肉耶 就是牛的肉 然後我就不敢捏 他就叫我要捏阿 然後我就不敢捏 然後旁邊的那個阿姨 就叫我捏 他就拿我的手這樣 而且很大力喔 要很大力才會牛奶下來 然後就覺得他更怕喔 現在連鮮奶茶 我都無法 就算平安慰也 你是真的有怕到欸 大家有去擠過牛的奶奶嗎 你們可以去體驗一下 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你們可以去摸摸看牛的奶奶 真的是肉 真的是一個生物的肉 哈囉漫游你好 有擠過不敢 平安慰我還是會喝啊 然後馬上轉頭就吐 怎麼那麼乾乾心啊 真的是肉 我怕把牛弄痛了 他不放過我 我在農場有很多小時候的回憶 我有分享過我姊姊嗎 小時候幼稚園去農場校外教學 幼稚園的時候 然後爸爸陪他去 爸爸就跟我說 就是他不是要拿草餵羊嗎 然後小時候就是那個羊都不吃 姊姊手上拿的草 然後姊姊餵他那個羊都不吃 然後爸爸就跟我說 那個姊姊喔 你知道姊姊小時候就 就是羊都不吃他的草 然後姊姊就拿草甩羊的頭 超好笑 他就笑了一笑聲 然後秦倫小時候很兇耶 羊不吃他的草 他就拿草甩羊的頭 被我一直笑到現在 我還在笑 我還在笑 夜月 大家不可以欺負動物喔 要愛護動物 我這幾天去上學發現 因為我們學校有野貓 不知道哪來野貓 因為我們學校靠山 就有好幾隻野貓 都會固定在校園走來走去 然後學校的老師啊 什麼也都很習慣 然後我這幾天進校門的時候 因為現在不是疫情的關係 進校門都有一個統一管理入口 然後量體溫什麼的 然後 謝謝老闆送我海底世界 平寒為我喝牛奶 我不喝平寒也要打我頭馬 我才不會打你呢 你要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很m的話 然後就發現學校 可能是那個貓咪生了 就有好小隻的貓咪喔 大概三隻 然後就在那邊寫說 謝謝主人的領養 我們已經被領養走囉 就是啊 好可愛喔 應該是被學生領養走 就是那個貓咪生了 好小隻好小隻的貓咪 然後 應該是學校老師 拿了一個籠子 問說有沒有人要領養 然後 前幾天上課 就發現 他們 他上面寫說 我們已經被領養囉 謝謝什麼 就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小貓咪 HELLO ROCK 素食獸可以養嗎 我是覺得我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照顧小動物啦 因為平常要上學啊 練習什麼 所以就 沒有想要養 目前沒有想要 但是我覺得 我蠻喜歡小狗或小貓 我覺得很可愛 覺得被弄 能被領養走太好了 其實有想要養 但是覺得太忙 沒有時間照顧他 所以想說以後吧 養魚 可是魚也不好養啊 我們家以前 有一個魚缸會養的 然後魚都會跳出來耶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跳出來沒有人發現 就會死掉 就會沒有水 那就是魚會自己跳出來 對 我們家以前有魚缸 然後養了各式各樣的魚 然後有一種魚就會 自己跳 沒有好像那種小金魚之類的 它就會自己跳出來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家有三層樓 我們平常都在三樓活動 吃飯什麼都會下來一樓客廳 然後我們魚自己養在一樓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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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時候去三樓下來一樓的時候 就發現魚在地上 然後就已經 不行了 的那種 所以後來就沒有養魚 小金魚是多想離家吃走 養蚊子 我們家以前真的養很多小金魚那種 而且爸爸還會定期換水 然後布置那個魚缸 但是魚有時候會自己跳出來 所以後來就不養 所以後來就不養 養烏龜呢 烏龜好像蠻可愛的欸 但我有點想養刺蝟 我覺得刺蝟很可愛 該不會是NEMO 參考你們家小金魚故事吧 我覺得刺蝟很可愛欸 會有一瓶香水還是買刺蝟的呢 很可愛 我很好養 還要我養你嗎 你這個小動物 忘 我覺得懷懷是蠢系男子 因為他有虎牙 是蠢系 給我一種蠢系男子的感覺 刺蝟很難用 刺蝟什麼味道 我也不知道 沒有養過 但養動物會有一個動物味 我有點沒有辦法接受那個味道 所以 就是還 絕對有點 要養嗎 還是不要養這樣 的感覺 被朋友刺蝟吃過 絕對恐慌 今天直播差不多要結束囉 想可以來賓獎排名 小小刺蝟很可愛對吧 我也是覺得欸 就是去玩別的寵物就好 就是不要自己養 麻煩 去玩別人的寵物就好 謝謝空業的高奶星 謝謝楊潔的香檳 謝謝楊潔送給我香檳 我要來唸個排名了唷 謝謝大家今天看我直播 來唸個排名 第十名 命 第九名 甲骨文 第八 恭喜開梁是你的 第七 副圍 第六 開心 第五 幫圍 第四 金佑 第三 海華 第二 阿華 第一 楊潔 恭喜楊潔阿華跟海海 可以 指定一個動作 謝謝金佑的打扣 大家九十九 什麼排名 就是 我每一次直播都會有 念前十名的排名 就是你的 你有丟一些禮物啊 就可以上排行榜 然後每一次直播會念前十名 然後前三名的人會得到一個獎勵 就是可以指定我做一個動作啊 可愛的動作 什麼之類 今天要抽籤啊 但是我籤還沒做好 就是我有在蒐集冰棒棍 然後我昨天回在家的時候 就吃了冰棒 然後就洗一洗 爸爸問說你要幹嘛 我說我要做那個抽籤啊 我直播要用這樣 結果爸爸就跟我說 你幹嘛 這個可以丟掉了 他就是我爸爸拿出一袋 完整的冰棒棍給我 因為不是我們家以前是做Seven的嗎 就有很多那種 咖啡長棒的冰棒棍 他就拿了一包 他說你不用收集喔 我這邊有一包 但是我忘記帶過來了 所以我今天也要隨便指 我忘記把冰棒棍帶過來了 好隨便指一個 今天星期五 五號好了 看一下五號是誰 第五名 方偉 恭喜方偉 可以指定了唷 哈囉 林中琴你好 謝謝林中琴追蹤我喔 你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是AKB4J 謝謝近七匹的品函 謝謝阿元送我 螢光棒 謝謝阿華的五彩寶石 你們有論事是不是已經有 好林中琴 什麼品函 大家可以指定了唷 為什麼我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留言耶 為什麼 林中琴是 金友你們有認識 金友你們有認識是不是 幫明後天會考的品函推加油 小微跟雪白好 小微跟是會考對不對 佛中會考 小微跟雪白祝你們明後天會考順利 希望你們可以有個好考運 然後考證都會寫 然後考一個好成績 加油 加油 你們可以的 加油 猜題都猜短 快考加油 快考加油 謝謝楊潔的指定 會考生們加油 祝所有會考生考一個好成績 同廁不會都猜B 但好像猜C跟B機率比較高的樣子 好 邦尾讚嗎 邦尾也可以指定喔 邦尾有被操縱喔 好多不知道選哪個好 等你想 謝謝開心 送我洪康乃馨 謝謝開心 平衡不要認出我是我 你到底是誰 周琦 你到底是誰啊 今天工作受到嚴重打擊 可以來個加油打擊嗎 當然可以啊 懷懷 工作受到打擊沒關係 你可以來我這裡得到衛健 他給你很多個愛心喔 工作加油好嗎 而且工作也不是生活中的一切嘛 我現在漸漸體悟到這些事情 工作中不是生活的唯一 還是可以找到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工作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還是要享受生活 還是要享受生活 後天生日可以跟平衡要個生日快嗎 可以啊 祝志偉 祝志偉後天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志偉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不靠氣 不靠氣 在你生日之前,你還是先想好今天的指釘吧 謝謝I'm yours送的玫瑰 掰掰修走 品寒會出生日梯嗎?當然會囉,請期待 12月 每個成員都會有自己的生日梯 請期待品寒的生日梯 來個回歸歡迎 恭喜阿荷成功退伍 這是人生一大成就耶 男生必經的當兵歷程 然後你完成了 恭喜你阿荷,歡迎回來 恭喜你退伍了 還好,我想安慰你的 慶幸你的一件事就是 在你去當兵的這段期間 剛好沒有疫情關係 所以沒有舉辦什麼活動 你沒有錯過任何一場活動 恭喜你阿荷 這是不是很值得掌聲鼓勵 我裡面每天做椅子做五小時 是不是很值得掌聲鼓勵阿荷 你沒有錯過任何一場活動 然後你現在退伍了 希望我們疫情可以趕快好起來 然後趕快跟大家見面 好不好 想趕快跟大家見面 不然我怕大家都要忘記我了 忘記我在舞台上是什麼 可愛的樣子 忘記我的汗水是什麼味道 好 從四個月弄到十二天 根本神猛 真的耶 謝謝阿荷的五彩寶石 謝謝阿荷的指定 汗水的味道很香 香爆 在我的時候 子瑋哥你好 還有誰沒指定嗎 香水活 來 平衡衣服吧 陳美又來 高分天天都可以請上 好 忘了有頭髮的阿華長怎樣 想看阿華光頭 母湯 阿華有頭髮跟沒頭髮沒差 我想看阿華光頭 可是我是不是看過啦 我是不是好像看過啦 我玻璃薪水 但沒關係吧 男生的頭髮應該很快就長回來了吧 我覺得應該很快 而且你不覺得光頭洗頭很方便嗎 忘了他其實光頭怎麼洗頭 是用毛巾擦一擦嗎 還是要衝一下 兩個禮拜就長了 謝謝阿元送我新知冠 謝謝阿元 洗完頭出來就乾了 謝謝阿元的新知冠 他很挑好開心啊 他完成了一個 他解鎖了一個人生成就啊 就是當兵 恭喜 而且只要當12天 真的是太幸運了 真的太幸運了 平寒推薦好歌的時候 平寒推薦好歌的時候 謝謝林中情 怎麼有空回來看平寒直播呀 我也解鎖了 君中看直播 但是阿華去12天 是不是沒有圈到怎麼分阿 就是沒有推坑 是不是很難才12天 是不是沒有成功推平寒坑阿 有人被你推下去嗎 可是才12天 你連宣傳都來不及 介紹了平寒照片 是不是沒有人對我有興趣 我很難過 我不是尊重女神阿 我以為我是尊重女神 換個身份重新開始 好呦 林中情 她們都喜歡大姐姐 她們都喜歡大姐姐 沒有人喜歡我 怎麼辦 都要想 大家不喜歡我 我不是尊重女神 我只好當你的女神了 謝謝阿華的眼睛也醬重 謝謝阿華的眼睛也醬重 分享AKB的歌 都牙桑 很難 先記事充實 我的腳受傷還沒好 可以祈禱一下嗎 希望邦威的腳傷可以趕快好起來喲 邦威的腳傷還好嗎 希望你可以趕快好起來 來 迷你迷你給你幾幾幾 如如令 去去如令 走 一定是阿華沒有保佑 看直播平行前走 謝謝阿華的心之罐 耍 謝謝阿華的心之罐 喝喝喝 我要當豆芽桑 請RR challenges 謝謝你 謝謝阿華的心之罐 我是周茶 謝謝HAHHA的 謝謝伯伯的新知冠 謝謝 七賴吉祥物 這是西野七賴 他的哈化的吉祥物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的新知冠 謝謝空葉的掌聲鼓勵 不覺得他小腳長很可愛嗎 很細 要說掰掰了 對 謝謝大家今天看我直播 差不多要下播了 差不多要下摸摸 謝謝大家看我的直播 我要幫他用腳補掌 看他的腳可以轉 是不是很可愛 這到底是腳還是手 應該是腳吧 謝謝阿華 謝謝阿華 謝謝阿華掌聲鼓勵 謝謝多多今天看我的直播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說他用腳鼓掌好好笑喔 謝謝金幼 大家晚安 祝你們週末愉快 掰掰 晚安 謝謝金幼的新知冠 下次見 嗨螺 天然月 晚安 一秒推 bai 晚安 空殿晚安 謝謝華華的再見沙遊 晚安啦 掰掰 嗨你嘛囉